据说他去跟人家做宝啊 对 因为那时候后来开瓦斯行嘛 然后以前不是那个支票 都是用机器那个硬的 所以就不是用手写的 就以前还有票据法 那朋友呢就一直盖 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可是当时的瓦斯行 是妈妈的名字 妈妈不认识字 对所以后来导的时候 是你阿嬷就对了 所以你妈妈不认识字 但是妈妈的名字 我就想说为什么 你们开瓦斯行不用自己业家的 要用母亲的名字 可是当钱都跑掉之后 我妈妈要负责 对 一样做布 做9千万的布 对啊那时候价钱太多 我妈说很多房子在林森北路 都卖掉了还不够还 后来我们在夜市卖 红茶菊花绿豆汤嘛 每卖一杯那五块钱 就有人把五块钱收走 就拿走啊 对就排队啊排队 因为钱不够给 我们总要周转金吧 对后来她看到我妈妈说 也不是我们欠他们钱 所以他们就说 不要拿不要拿 对后来妈妈才去法院 就是跟他们私下和解说 不是我欠你们的 那我可不可以 给你们两成就好 对 可以协议协议协议两成 那我去拍慈祭的戏的时候 你说那个是地下钱庄吗 还是 没有 带钱人就对了 对 带钱人 后来拍慈祭的戏的时候 我演的戏跟妈妈发生了一模一样 我就开始起鸡皮疙瘩 那时候我爱死我妈妈了 以前她讲她的故事 我都没有在听嘛 那戏演完之后才知道说 哇 你要在当事者的那个心情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这么脆弱的一个女人 可是扛起的一个 一整个家里的债务 对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戏 当时会跟你的故事完全一样吗 因为他们是 岁月的柠檬红茶改变 是 你干嘛 又冷了 对了 很好很好 我帮你打输 谢谢 OK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债主有上门吗 上家里来吗 有 有 有 那时候我妈说他们出去一下 如果有人来的话门锁着 铁门锁着一楼嘛 那不要开门 就开始有人喝醉酒在那边骂 一直骂三字经 我说天哪 他三字经怎么一个字都不会那个 就很流畅 就一直骂一直骂 后来就把铁门敲破了之后人进来 就拿着瓦斯桶往里面丢 然后我姐姐跟弟弟都哭了嘛 我说不要哭 不要哭 那个空桶 没关系 我还出去 没关系 不要哭 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那空桶 因为我从小我爸就把我当儿子训练嘛 我都要烤汤啊 然后漆油漆 然后搬瓦斯桶 怎么装 所以我就知道有瓦斯跟没瓦斯 真的有做过 你对一句话听得出来吗 烤汤啊 那个要把那烤掉 重新上漆嘛 对 你真的做过 对 而且姐姐还受你保护 对啊 因为她动不动就哭嘛 就不要哭了 姐姐是女侠 她是双鱼座 不标准的女侠 哎呦